北部的朋友天气明显的转凉了 跟昨天的温差差不多就有10度左右 这像昨天我们预报给大家的一样 不过南部的朋友呢 就会注意到降雨量来说呢 倒是增多了 我们来看这张雨量图的部分 今天的落雨区主在 主要是在高雄的山区 嘉义的山区 还有台南的山区的部分为主 我们可以看到 到红色的区块是下到了100多毫米的雨量 因为最主要 今天的云层呢 在逐渐的接近陆地的时候 到了台湾的山区部分 开始地形抬升作用的发展 所以整个降雨形态来说 都在中部以南的山区 而北部呢 几乎都没有下雨 倒是温度呢 我们可以看到 台北今天的高温26度 在中部地区有31 南部也在31度 所以今天呢 在中南部的平地的部分来说呢 其实雨量的感觉并不多 东半部地区反而比较偏凉 24度 因为有微弱的东北风下来 明天呢 北部的天气要转凉一些了 还是偏凉 尤其是今天晚上 雨的部分倒是要增加了 南部的朋友呢 闷热 雨的部分减少 为什么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张卫星云图 注意到云图上 封面云带南移到了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了 在今天封面南移之下 雨区就落到了中部以南的位置 有没有看到 早上的时候在恒春半岛这里还有一些雨的状况 之后呢 小区域的对流 注意哦 台湾的中南部山区这里 小区域的对流发展 使得在南部的山区部分的降雨 今天大约在100多毫米 那明天呢 北方的高压逐渐东移 封面的水气开始又往北抬升 所以明天白天 北部地区的降雨又要增多了 那到了后天呢 要出去游玩了 南风吹上来 水气就到了华南地区了 我们的雨呢 就逐渐的少下来了 接着礼拜天好天气 下周一到周三各地天气晴朗 倒是呢 要注意的是午后真雨山区多 下个礼拜四 往北抬升的滋留封面再度难移 所以天气再有明显变化 要等到下周四了 来看看温度了 今天的外岛地区都没有 温度状况来说都偏凉一点了 到没有雾的状况 因为最主要呢 东北风吹下来了 倒是呢 明天的话呢 要注意的是在于说 整个西半部地区 伴随着还是有雷雨的天气 北部的雷雨要增多了 中南部地区的主要呢 中午高温还有接近30度 倒是东半部地区呢 是属于零星的短暂雨 小丁明给您个提醒了 最主要 北部的朋友 今晚还是天气比较偏凉 还有明天如果有雷雨的时候 外出活动要特别小心